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到哪里就有人会认你为领袖 不管你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工作职场里 还是在你的朋友圈里 别人看到你就很想跟随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生 你想不想了解 那在自动领袖里的这堂课呢 我们就会告诉你 这样的发生是什么种子会驱使你看到这样一个发生 那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或者你不是一个在公司的老板 但是你是在公司的一个管理层 或者你在家里很想要做一个 你讲话别人就听的一个家庭成员 那么是什么种子可以搬到你 那在八街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去种下这个种子 那我自己觉得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看到身边的朋友 他们在上了八街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应用在他们的职场上 那当他应用在他职场上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没有自信的一个人 他从连去做一份工作 他都觉得没有自信 到他后来他可以做一个很大很大的event的负责人 而且他可以站在台前讲话非常有自信 而且所有的人都尊重他 听从他的指示 去做他要他们做的东西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但是我真的看到他应用在我们八街所学的工具 他去观察别人的需求 然后去满足别人的需求 然后他就会看到 当他要求别人做东西的时候 别人也会去满足他的需求 可是如何做到 你就要来了解 因为说可能很容易 但是做必须要有步骤 如何一步一步的了解 生成因 然后通过种种子的方式 通过用工具的方式 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自动领修力 等着你 谢谢